王牌家族迎来几位影视圈的魅力女性 她们用不凡的智慧和活力 展现了新时代女性的卓越风采 时隔26年 星白娘子传奇 三位主演 首次重回拍摄地 戏里戏外 感悟人生 在那个塔前分开那一段呢 就让我深深的感觉 要好好珍惜美好的时光 三位原生配音演员 惊喜现身 久违的声音 唤起无数回忆 今天居然这么早出门 关人听您说什么都是对的 更引发两队跃跃欲试 开启现场即兴配音大比拼 你奈何不了她的 我要怎么才能分担你的痛苦啊娘子 上一期 在即兴配音挑战环节中 沈腾队抽到数字排五 符号牌乘一 王源队抽到数字排三 符号牌加三 王牌魅力女性争夺战 本期欢乐继续 王牌运动会竞技再升级 他腿那么长啊 哇 两队魅力女性拿出各自看家本领 谁的大招成为决胜的关键 哇 第二次唱是 哇 哇 娜娜跟我飞起来 我说上 十七二十三剑 是吧 你用嘴把它说下来得了 倾听内心的声音 无论是时尚辣妈 还是魅力女强人 面对生活的酸甜苦辣 如何自信自强 可以让我害怕过那一秒 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人给你做示范指引你去走一条正确的路 一条让你为之去不停的努力的这条路 我特别像棒了 哎呀 哇 2011年啊 四两拨千斤王牌之战火力全开 这是一场智慧与体能的较量 快点 这么远远不好啊 鹏哥也是出了名在文艺圈 没什么朋友啊 最终美队能够获得王牌魅力女性的称号 精彩马上开始 接下来呢就要进入 我说的 都是真的 说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一孩是不是觉得特别熟悉 跟我最近要上映的一个电影好像名字很像 这是一部你和谁一起主演的电影 小沈阳 你和小沈阳一起演这风格差异有点大 我也觉得 什么时候上线这部电影 三月三十号 三月三十号 大家走入电影院去支持这本 我说的都是真的 对 接下来进入下一个环节 我说的都是真的 在正式比赛开始之前 我们先来一个热身的环节 我说的都是真的 四位动力美女当中 有一个人谎报了自己的年龄 我所谓的谎报肯定不止一两岁这么简单 有可能是十岁左右才能算是谎报吧 对吧 她是谎报是 往大的说 把自己往大的说 把自己往大的说 首先一起来看一下 这四位动力美女的美丽身影请看 感觉第三个 身材好好 给大家提示一下 年近半百的辣妈 谁能看得出来 影子里面还真看不出来 我其实说要看姿势 我觉得是蓝色的 蓝色的 蓝色的 那个年代喜欢那个姿势 那个姿势实在太复古了 我只在小时候的挂历上面 看到我这个画 慢慢地给大家更多的信息 首先 从我身边的第一位开始 请将莲子稍稍升起一些 喂 慢慢地 慢慢地 摇停 这个腿比我还细 腾哥 漂亮 怎么的 没有 腾哥去看看自己的老同事 二号 莲子请升起一些 这个腿比较感觉有运动 这个腿比较感觉有运动 有信息 有信息 来 三号莲子请升起一些 这个 这小腿 小西腿 这高跟鞋怎么那么大 接下来是之前被大家说 这个动作最为老派的那位 来 四号莲子升起一些 站了很久 很久 这个也漂亮 这个腿也练过 这个腿也练过 我觉得挺像那种跳舞的 有可能 因为她的脖子梗着的样子 有点像跳舞的 好 我们继续来 首先把一号莲全部升起 来 粉色希 是有 没你 有肌肉的 你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我要下来吗 都可以 声音好甜 就在那里好了 你好 大家好 我叫庞涛 今年44歲 我有一個21歲的女兒 和一個13歲的兒子 我之所以動靈 的原因是因為 我是一個瑜珈老師 因為經常一寸 瘦長十年 好 第二位 蓮子請升起 美女 你好 你好 介紹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薛威威 我今年45歲了 我是一個熱愛跳肚皮舞的 茶飲店品牌的老闆娘 孩子多大 我兒子20歲 剛上大三 可是我覺得他是假的 因為跳肚皮舞的話 他沒有肚皮 沒錯 這是我剛才想說的 跳肚皮舞的人 一定要有肚皮 不是 他謊報的是年齡 不是謊報的特長 好 第三號 來 請把鏈子打開 AI智慧拍照 玩得High 屏幕指紋亮王牌 下面進入微網王牌時刻 是 太瘦了 大家好 我叫胡文英 今年56歲 然後我的職業是廣告 平面的模特兒 然後年輕的時候 曾經當選過選美小姐 我有三個小孩 怎麼可能 我家老大 24歲 對 我家老大24歲 再來就是20 22 我有三個小孩 介紹孩子怎麼會 我的孩子24 20和22 這個順序 我覺得可信的 因為孩子太多了 就經常會容易記錯 所以就 對 對 我覺得你們還蠻真的 不是 關鍵他們都不像 年近半百的那個辣媽 尤其是56太誇張了 好 3號已經介紹完畢 我們來看一下4號 請打開 快4號手都算了 這個讓大家好奇的造型 終於可以露出真面目了 是怎麼樣站的呢 手可以放下了 辛苦了 對 保養挺好的 4號您好 介紹一下您自己 我叫楊慧 今年52歲了 我曾經是一名文工團的 舞蹈演員 很像文工團的那個樣子 像的 導演組給我的信息 它是芳華的原型 那這位是真的 那這位是真的 對 那您和馮導是 我跟馮導是戰友 我們同一年入的舞 同一天領的軍裝 這個電影特別真實 在線我們文工團的生活 所以我們看的時候 都特別感動 也會是比如說男兵到廚房裡 摸個西紅柿出來送給女兵 有這種事嗎 有 但是通常是女兵 給男兵送的比較多 你猜對了 她是那個年代的舞蹈演員 對 對 那你平時的保養秘訣是什麼呢 因為我畢竟是從小 那個學過舞蹈嘛 那經常會在家的時候 看電視啊 或者做家務的時候啊 就會把一些舞蹈的 基本功呢帶進去 邊壓腿邊掀手 你說太對了 炒菜的時候可以擦地 一打打二打打三 比方說每天要洗臉的時候呢 就會臉部表情要豐富一些 比方說 可能盡量做一些怪的動作 那如果臉部表情做得多 會不會更起褶子呢 而且對 我媽就說我表情太多了 弄得一臉褶子 哎呀你幸虧表情多 你要不要表情多更得去 我就是 我本來是一條殺皮狗來的是吧 對 得虧會這些表情救了我 因為是你要經驗訓練 她的臉部的肌肉會保證的 這樣的話她不容易鬆懈很快 真的嗎 你說這是真的嗎 這是真的 你為什麼要肌肉 人體的肌肉要得到鍛鍊 得到鍛鍊你的衰老 就不會很明顯 就不能閒著 不能別讓自己閒著 這是對的 這是對的 我再問一下一號 你是練瑜伽的對不對 對 你有什麼瑜伽動作 可以做一個我看看嗎 那我下來帶大家一起動一下 可以啊 就看看她這個保養的方式 到底是真實的 有點不方便 你們誰喜歡做手臂的動作 可以跟我一球 我可以啊 我來 佳麟姐來 好 來 我們因為手臂 我們總是記得它的功能是向前 但是我們忘了它是可以向後的 對 我們雙手相碰 大拇指相扣 好 然後把我們的雙肩往後 轉過來 手指尖向上 可以啊 兩位轉給觀眾看一下 轉給觀眾看一下 我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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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我不得不過去比一下了 一定要這樣嗎 佳麟 我連這邊都合不上 你那倆胳膊能夠上就不錯 這是個奇蹟 這是個奇蹟 這是個奇蹟了 二號保養方式是 我是跳肚皮舞 因為當時懷我孩子的時候 我就中了五十斤 主要都集中在這一塊 然後後來就練肚皮舞 我就瘦了五十斤 好 三號保養秘訣是什麼 我就是靠著兩根擀面杖 什麼意思 那現場可以來擀面杖嗎 擀面杖 OK 我們的滔滔又來了 真瘦 好 開始 開始 兩根擀面杖 你們看我這麼瘦 就是因為我呢 時常有事沒事 擀一下我的腿 用擀的 用擀的 然後兩腿擀完之後 拍打 敲膽 敲膽 對 沒錯 而且這個敲它可以活弱你的精血 就全身敲 肚子呢也沒事滾一滾 也滾 你看我肚子這麼平 好 謝謝 謝謝 這是您的方法 頗有收穫 佳玲姐平時怎麼保養 我覺得我的保養就是運動啊 運動 爬山 爬山啊 潛水啊 然後單板啊 就是我喜歡運動 而且我覺得老不是一天的事情 老是突然之間來的 當你放棄你自己的時候 你就老了 聽到了沒 我放棄得太早了 我覺得你要不斷地去學習啊 對這個世界要充滿好奇啊 是 所以要有童真 如果你沒有童真 就一下就老了 這個有道理 對的 是 接下來大家可以有選擇性地 向其中的幾位來提問 韓雪來問一個問題 我想問那個藍色衣服的姐姐 你是哪一年上的大學 我是我兒子之前 你不要說兒子 說年份 是那個 你暴露了 98年 98年你26了 假的 我怎麼大學的時候 考了兩次才考進去 那你也太老了 那個時候 15歲98年 我是99界的 我是99的 你幾歲 但是當然了 年齡相仿 2號你的孩子多少歲啊 20歲啊 20歲啊 20歲數什麼啊 20歲是數虎吧 數虎 為什麼那麼不確定的要八呢 就如果是自己的孩子應該很確定才對 也有可能是在演 就是說他會反透露我們嗎 對 他會演 會演啊 好傢伙節目組給我們請了四個戲精是吧 我想三號姐姐就是 您孩子名字的最後一個詞 您快速地說出來 呃 余 欣 佛 余欣 余欣 余欣緣 余欣緣 為什麼一會兒博一會緣呢 很少人會這麼講 因為我兒子叫博緣 所以我剛剛想著博 余欣緣 這個感覺是真的 最誇張的那個人一定是 對 對 56了 對 實在看不出來 反倒有可能就是 1號我想問你 你看過一部電視劇叫 佳麗森敢死隊嗎 敢死隊是哪一年殺贏的 74年 那我看過 我也有看過 沒有 我自己覺得沒有一個 當了媽媽之後會這樣站起來的 不 還有可能故意這樣 故意抓了 1號 2號裡面有一個了 我覺得1號是假的 我覺得就是2號 我也覺得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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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1號是假的 1號沒有看過佳麗森敢死隊 我都沒有看過啊 我跟你講你看1號沒有 她有一個很少女的心 她的那個很羞澀的感覺 就不像我那種很虎 沒有 寧靜姐你是特別 特別虎是嗎 虎分華南虎 東北虎還有特別虎 反正我呢覺得是2號 我們沒覺得2號 都覺得2號 2號 但是你說了算 我覺得男人在判斷女生的這種方面 沒有什麼發言權 騰隊先說吧 你們隊最終同意哪個答案 1號 1號 沈騰隊給出答案是1號 小元 你們隊給的答案是 1號 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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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猜是不是2號 那全部都是2號 都說2號 那我就相信女人說的話 2號 好 騰隊給的是1號 小元給的是2號 我們先來驗後兩個好不好 那從4號開始 他肯定是真的 5號 52歲 厲害 52歲 非常厲害 3號剛才告訴我們是56歲 並且是3個孩子的媽媽 所以3號 到底有沒有謊報自己的年齡呢 AI智慧拍照玩得High 屏幕指紋亮王牌 下面進入Vivo王牌時刻 56 56 對 56 太棒了 好厲害 太棒了 擀面杖脫銷了 對 我一會兒回去我就用 是嗎 所以 非一即二 對 兩位同時揭曉好不好 3 2 1 請揭曉 1 1號 44歲 2號 35歲 我 我覺得 真的不能相信男人了 我们今天那么努力玩游戏 他是来那个的缴获的 等一下 你是没有孩子吗 是吗 我有孩子 我孩子十岁 那保养得好 保养得好 好 我们先掌声谢谢四位 我们的动灵美女 谢谢带给我们 非常好的保养的经验 谢谢 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环节 猜猜她是谁 本场的获胜队 将获得全国热销的小瓶白酒 小狼酒提供的 十万元的环保基金 好 现在进入的是 猜猜她是谁的环节 游戏规则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那么这一轮呢 两位特工的权利 我也跟大家来强调一下 娜娜的特工权利是 可以邀请同伴 一起参与其中的一轮游戏 好 而甲铃特工的这个技能 将表演的一名队员 换成一个假人 什么 你这个技能 这个跟我的差的有点多 他那个很有 我这有什么用 你这个可以增加本队 获胜的几率多一个人猜吗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挑战 开始 腾哥 腾哥咋了 六个字 两个字 三个字 这么小眼睛就这样了 三个字 三个字 狮子王 大猩猩 狂犬病 是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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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虎 第四个字 第四个字 虎头虎脑 这个行为是什么 缩 点 古点 六个字 疼 舌 舌 香 鹌 黄鹌 hum笑 回来 大蒟 快点 哇 你是哪个队的 没事 王云也猜到了 对 二ilim 第三个字 我 优雅 美 刘 刘佳 皇后 15岁的皇后 也太早熟点了吧 1 5 3 天 武则天 武则天 这都被劫了 嘉玲姐 其实你们可以稍微说一点话了 就这样 我可以说话的吗 我以为我不能说话的 就不能说那个三个字 这个好玩了 三个字 三个字 哇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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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 猜不出来 嗯 机器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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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爱什么 又不是我答对 沈腾哥 这就是外星人 我这个可以的 我可以的 这个嘉玲姐来示范一下 4 5 叶问 哇 谢谢 一下就猜对了 这么厉害 来 抓紧吧 这个也猜出来 哦 这个可以 这个 乒乓球 一个人 张继科 耶 这一轮时间到了 哦 哎 沈腾哥你应该这样 嘉玲姐你应该这样演 哈哈 对 我就知道了 对 你让嘉玲姐做这个动作吗 哈哈 好了 这一轮 好 答题时间已经到了 答对更多的是小元 好 好 再两句呼唤一下 好 第二轮 你们俩演 腾哥刚才表现得像一个绅士 真是奇怪 哈哈 没什么好奇怪的 我今天就学会了一个词 外星人 哈哈 外星人也有老年人 哈哈 可以了 这一轮挑战 开始 哎 这个贾玲姐一定知道 猪八戒 猪八戒被媳妇 四个字 小猪配媳 就去 太快了吧 这么厉害 不 我也那个 你就是那个人 然后我就是 哎 猪 猪什么猪 猪什么猪 猪八戒 猪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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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这是什么路数 哈哈 看好姐 平底锅 我一定会回来的 什么 我一定会回来的 一个人 是一个 一个卡通 我一定会回来的 灰太郎 就去 灰太郎 这都猜得到 什么太郎 灰太郎 那个是红太郎 拿平底锅 轮的 这我没看过 哈哈 我套一个你好 好 什么 我看到了什么 两个字 一个名字 然后你脚滚下来 在这下面 去左掌 对 对 对 这你怎么就能看出来 我也想问 就交财风火轮吗 那不是还有跳圈吗 我的天 三个字 然后 然后 这 断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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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人姐你怎么了 好 好 刘选 下一个 两个字 两个字 这啥呀你 你这什么呀 还有 吹 喝 喝啥 喝水 水 水吹 第二个字是 水龟 水龟 他有个哥哥会喷 水娃 哥哥会喷我葫芦娃 好 这轮最终的结果是 贾玲多对了一个 你对了 而且情况是这样的 我中间有一点点放水呢 还 你是指那个断玉你放水 谢谢 好 来 两位呼唤一下 很棒 我来问一下两位特工 你那个特权用吗 特权 用啊 有腾哥跟假人演 腾哥跟假人演 腾哥不行 腾哥 腾哥也是出了名在文艺圈 没什么朋友 给你找个好朋友 这衣服好像也是我之前穿的衣服 开始 四个字 他是外国人吗 第一 第二个字 很冷 他永远垫着脚走路 永远垫着脚 好 这个完全没有头绪 你也后两个字吧 你你你 后两个字就是佳玲姐你 我 女谁啊 接近了 接近了 女王 女王 前两个字 冰雪女王 接近了 好 三个字 三个字 那个人被找了 完了 完了流传了一句话 李冻冰啊 好厉害 下载抖音APP 记录美好生活 炫酷视频 向你来席 一起来欣赏抖音经典时刻 掐 抓 这是什么 给点提示 你演好一点啊 你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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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常好了 这很形象 你是什么叫掐吗 大头爱情 小头爸爸 你最好朋友快乐 大头大头儿子 小头爸爸 两个字 这都不明白 是一个人吗 一个人 田亮 跳水那个冠军是谁 我提示一下 杭州人 我知道 孙杨 故意知道他是杭州人 我知道 我真不知道 是一口令 三个字 后背 你们看的都是后背 陪你去看流星的一路在自己手上 海豹 流星花园 里面的一个人物 盗银寺 还要坐哪儿 不往上指了 江泰公 时间到 好厉害 这轮获射的是佳玲姐 谢谢 谢谢 任务完成得很好 太厉害了 没想到 还有一轮 还有了娜娜要使用自己的特工权力 对 我邀请义涵姐姐一起来 所以我们两个猜 对 好 请准备 开始 三个字 三个字 不大的 小精灵 小爸爸 这个人的媳妇 这个人 小龙女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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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字 传说这个演员长得特别像我 三个字 这个什么颜色 白 好 这个大 这个大 白马王子 白龙马 对 我还猜那一个 对 为什么猜的不是小白熊 有一个爱情故事 童话世界里面的 里面那个女主角呢 跟她是完全两码似 黑姑娘 有一二三四五 十个字 十个字 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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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成 这个鼓不动 这什么 呢 刮鼻铃 对 厉害厉害厉害 诶 绝招 绝招 这次又是我的 我来演 三个字表 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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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婴儿落地了 大蛤蟆 鲁鱼先生 不归吗 老费吗 三个字 他是一个打架特别厉害的人 嗯 我知道了 是他爹 是这个人的爹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从来不演那个人 都是演他的旁边的人 跟 跟大大重名 前两个字跟大大一样 诶 欧阳 欧阳峰啊 哈哈 对对对对对 对 好 好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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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这个人你认识吗 诶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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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他是一个炼丹的 哦 这样的 这样的吗 是的 对 老 这个字 哎 太白金星 太上老君 哈哈 对对 哇 哈哈 哇 哈哈 啊 啊 第一个字 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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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人 嗯 好 没有没有 后边人 后边 我老公 我老公 哈哈 刘德华 刘德华 你老公不刘德华吗 对 啊 啊 给我一杯忘情绪 剪刀手艾德华 对 好 对了 是 我 好了 全都答完啊 这一轮 静姐居然多答对了一道题 哇 哇 哇 真的假的 真的 哇 哇 这一轮 获胜的是小元队 输的那队这一轮要接受惩罚 这个惩罚呢很简单 搜包 怎么样 如果各位觉得玩的还不够过瘾 我建议大家下载同桌游戏APP to play 去玩更多的王牌游戏 现场搜包 搜包包里有什么东西 我点一个人的包来搜吧 好 你不太干嘛 我没有包 你为什么没有包呢 我脸上有包 但是我 想看谁的包 佳玲姐的包 为什么要看我的包 我没有输 你们我也好有兴趣 已经找到了 这么快 好好 喂 等一下让我查一下 我有什么东西在 哈哈 不能看了 可能有一些你都能看的 里面搜出一张刘德华的照片 佳玲姐的包 有东西会咬人的 这个什么了 首饰 这个呢 我出门我都会带着 所以我说这个可以咬人的 咬人啊 这什么呀 哎呀 这个呢 咬我一下 这个真的可以咬人的 但我带在这里 然后吃饭的东西 因为有时候我吃东西呢 我怕沾到我的衣服 可以夹纸巾 好方便 这个你就会很安全的 对啊 因为我吃饭也弄 但是我只能买的儿童都围多 你知道吗 我也都是用儿童的 然后脖子都会很小 然后你就只能用魔鬼毡 把它改大的 这个我想了很久 我自己设计出来的 真的啊 真的 佳玲姐不会把这条就送给我吧 我可以送给你 谢谢 你真的喜欢吗 我真的喜欢 好给 那就送给你 佳玲姐 我只有一个 那个起 佳玲姐 我觉得要不要 你之后再给我一个 为什么 这个你还得吃晚饭呢 没事 我就送给你好了 留个纪念 真的吗 虽然你害了我 叔 谢谢 佳玲姐 你自己带钱包的还 我从董事开始 我就自己带钱包 那我问一下 这个钱包里会有照片吗 你是不是想查查 接下来是不是想查查钱 这个没什么大不了 你找男人的照片 不是 他真的是刘德华 小脸善 我暗恋刘德华 都被你看得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到时候镜头拍一下 这算是很少公开的 梁朝伟先生的证件包 对 应该没人见过吧 很多时候 我们要去做一些 合约 文件上的一些 过诉什么东西 因为他经常会 安排我去做这种事情 所以我会带着一张 他的证件照 我把它放回去 还有什么 还有我的护手霜 眼药水 充电宝 还有擦眼镜的那个布 眼镜布 其他都是化妆品 我告诉你 我化妆都自己化 我古装 时装 各大颁奖典礼拍杂志封面 我都自己化妆 我都觉得好厉害 因为不同的电视台 电影 杂志 它们灯光都不一样 很难调整到 好像你一样自己能化到 这个我都学了20年都学不到 因为我最重要是 培养自己不靠人 因为你要去靠别人的话 你要迁就别人的时间 还要迁就别人的情绪 你化妆师如果情绪不好的话 会把你化得很那个多 使这把皮给你抹下拉 因为我摸了我的脸 已经三十多年了 因为我背得出来 大概什么地方会 对 我也在慢慢学习 很奋斗 慢慢长大 奋斗 留奋斗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 有两个守护天使 坚强跟忍耐 坚强和忍耐 原来他们现在退休了 我又换了两个天使在我旁边 叫宽容跟慈悲 老天对我非常的不错 对我来讲 这就是在对的时间 认识了对的人 我年轻的时候 有想要这个 肯定不给我 那时候多倔 对 你想要 腾队今天率领的 就是女强人队 一涵 说说你的这个女强人之路 我刚出道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还不会演戏 因为我其实是念 资讯管理的 就电脑写程式的 然后就是也是在 西门殿路上被抓去试镜 然后就拍了戏开始 所以我第一部偶像剧的时候 我那时候去 就很幸运地当了女主角 可是我完全不会演戏 然后那个导演是一个女生 我每天就是在现场 就各种鞋子 烟盒 剧本 所有东西都 我演到一半就往我头上丢 譬如说我现在可能三秒没哭 他就立刻东西丢 他说来镜头拉这边带手 可能不会演戏 有什么要浪费大家时间 然后就第一眼要睡 我就这样子被 每天大概拍了三个月 然后每天不敢回家 我就说我一定要练习怎么哭 我一定不要再害大家 浪费时间在我的身上 我就这样子 到我现在超级会演哭戏 我一定要好好先认 因为我那时候就觉得 一定是有办法的 韩雪的这个女强人之路是怎样 我其实今天带了一个 特别有意义的小本子 我要请导演给我一下 小本子 嗯 日记吗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小本子 很多人知道我这一路来 我自己有一个座右铭 叫做分分外事直到而行 大家一直想知道这个出处在哪儿 因为这是当时我说我是爷爷写的 就是99年的6月4日 在这个本子的非夜夜上 给我写了这一句话 叫分分外事直到而行 所以后来我就一直会要求自己 往一个很好的目标走直到 而且因为我面前有很多 很好的例子和前辈 特别像嘉玲姐 因为我们也是苏州走出来的 就是每每人家 收到苏州出来的艺人 都会把嘉玲姐放在前面 给我做一个示范 然后这个本子更惊喜的 是要翻到这一页 什么呀 我的签名啊 对 这个是我在2001年的时候 我拍第一部电影的时候 《浪漫樱花》 博之是当初的女主角 然后这个是我们戏上 当时候 这是我们俩的合影和你写给我的 哎呀 对呀 哇 自己都不知道了 你知道 我因为一直很喜欢张博之 就我每天看她的时候 我觉得是一个仙女在前面飘过 她除了漂亮以外 她一直很坚强 一直很努力 我觉得就是 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 人给你做示范 指引你去走一条正确的路 一条让你维持去不停地努力的 这条路 我特别想抱你 哎呀 哇 哇 2001年啊 哦 我要把一个当年的这样的 当年一样的动作 当年是这样的 Vivo X20 AI智慧美颜 AI智慧拍照 就是你们可以一起拍一张自拍 好 谢谢 这边是辣妈队 辣妈队也有自己的 别样的生活当中 所要面对的一些事情 因为我们多了一种身份 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吗 对 我们当演员确实是 辛苦肯定要 如果不能辛苦的演员 就不是一个演员 那我不敢高高低低都二十年了 我还是在那个圈不停在奋斗 对 然后也不停地一个一个梦想去完成 所以我结婚我离婚 那个不是 我没有当一回事 因为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当妈妈 然后 我之前 拍了个电视剧 忙死了 电视剧不能放人的 那他们就放了我一天 就5月12号 我小的儿子生意会 那我就飞去香港 帮他弄一个生日派 然后呢玩得很开心 所有都完美了 当我扶起我爸爸 想要离开那个餐厅的时候呢 我听到好多人在说很多话 围着一个圈 他们很不冷静 就好像很大事情 我就很害怕 我心里在想 这次完蛋了 肯定大事不妙了 然后我就很冷静地走过去 我说让开 那大家一直让开的时候 一直说话逃避责任 或者是是他 是他做的 是他不停的那种声音 然后我就看到我的那个小的儿子 他躺在地下 整个手都是S 他动不了在地上 那个画面呢 根本就没有一个人敢去看 但是可能妈妈的力量很大 我就一手插进去 但是插进去那一秒钟呢 目前到现在没有一件事情 可以让我害怕 过那一秒 然后我就打给我司机 马上送我去医院 然后我就抱着我儿子 去到医院 马上就帮他交到那个骨头 真的骨断了 然后就医生说 你马上要做一个确定 要不然他一杯子 那个手就弯起来的 我就非常勇敢地 马上跟医生说 明天早上一起来 你就马上帮我做那个手术 那我的儿子就跟我说 妈妈什么事啊 他一直很伤心我 因为我非常冷静 我没有哭 没有发抖 我就抱着Quintus 没动过 我说没事 上天会保护你 没事 妈妈在 对 还好现在已经全好了 对 所以当妈妈 那个是我最深刻的 对 那个时候作为妈妈的力量 就特别强大 天都能扛起来 刚听博之说 我特别就很有感触 我儿子是那种 就特别坚强 你知道吗 他脚上钉那么大的 一根针下去 然后缝针的时候 因为我跟他说 就是如果说打麻药啊 什么的小孩很小嘛 他就可能会不好 对身体啊怎么样 他就一声不吭 他没打麻药啊 对啊 不是 那太疼了 他特别地成熟 就是我真的是通过 我儿子才成长的 而且我一开始 其实在这个事情上 我是作为艺人来说 有一种自我的保护意识嘛 我不想让这孩子 就是那么早地 让别人关注 所以其实我一开始 说有意不想 不想让大家太多的 专注点坐在孩子身上 后来我就觉得 你可能是想去保护他 去给他更多你能力范围内 让他安全的范围 可是对他自己呢 也许在他内心上 他会觉得这些东西不好的 你不要去剥夺他 给他做选择 让他自己去选择 我挺接受鹰的教育 就是老鹰 他就是不会去保护自己的孩子 他就很小的时候 让他放飞他 他就是摔在地上 或者他不能飞 那他就自然淘汰了 但生存下来的一定是最好的 你要给他 让他去放飞 让他去有这样的机会 展示他自己 不是永远生活在我们的羽翼之下 挺好的 我觉得有一个孩子 一个作品 我们可以完成很多电影的作品 什么这些 但是显然一个小孩 是一个最完整的作品 他不一定是完美的 但是它是我的一个作品 很重要的 都不容易 好了 接下来我们要开始 进行这一轮的这个魅力值 以及那个符号的筹取了 来 要请菲菲 小羊 你们先来选吧 你们是那个胜利队 魅力值三到六 随机筹取 来 难道我 你选一个 六 六 这个 接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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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六 我们选抽四了 太厉害了 太梦道了 我就是一个很六的人 所以抽到个六 你就是一个很六的人 很六的人 腾队选一个 一到四里面选一个 腾哥 加油 我才不给他们嘲笑我的机会呢 加油 那依然很丑 依然 依然很丑 试试手气 你是怎么做到的 你一下就算中了 接下来小圆 在符号牌里面抽一个 嘉义 再抽个成 什么 什么 不是不可以看吗 他都给你们看了 看一下 但是你自己太大意了 好 好 这个是可以 成二 漂亮 成二 好了 这一轮 无论是这个魅力值还是符号 都已经抽取完毕了 接下来迎接我们的 将会是体能上的正面较量 进入王牌运动会 王牌 欢迎大家进入我们的女子运动会 在比赛正式开始之前呢 我们先来一个热身环节 怎么来玩呢 我觉得有一个好办法 抖音里面居然有一个叫什么 尬舞机 抖音我倒知道 尬舞机 是个啥 这样吧 不如有两位特工示范给你们看一下 让我们来尬舞一下 看有多尬 好啊 开始热情舞蹈吧 小百灵 凑到这个框里 三 二 一 尬舞机开始 尬起来 真好看 你给他跳真好 他好像一直在连击 是完美 好厉害 动感小铜螺鞋 自己创新动作的 本来怎么骂 自己加了很多 他都没按上面跳 不愧是王牌小百灵 广告小能手 来 来 他的动作是不是有一点 速度 还加快 我也听 结束了 好好玩了 又可以运动 又可以玩游戏 71300分 太好玩了 这么容易得分 抖音记录美好生活 分享自己的精彩瞬间 身边的人都在玩 好玩有趣 大家如果想玩尬舞鸡的话 可以赶紧去下载一下 我们的抖音APP 在上面就可以玩了 接下来马上要开始 今天女子运动会第一个项目 批刹接力 每队所有队员进行批刹接力 最终批刹总距离更长的队伍获胜 好了 沈腾队先来了 佳玲姐 我应该是这样吗 开始 快两米了 快两米了 可以 可以 必须要那个动作吗 可以横插 可以舒插应该 要稳住 第一个要稳住 不行了 第二个谁赶紧介绍 第二个谁 好 我来 因为第一个人要撑得最久 小河脚得碰上 把脚 脚竖过来 脚竖过来 还占点地 基本可以做到人均两米左右 快点 快 快快 加油 腾哥 腾哥你最棒 你快 快 快 那个人呢 你快 我下肩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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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的 你身体别向前 你身体往那 我 我腿 我积水 他不行 他脚不行 他关节不行 下一个 这下干三米多 你就占优势 我尽力了 已经 最后一棒 娜娜你脚再往前去 还可以往前 娜娜用脚尖 还可以努力一下 三 二 一 好 九米八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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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真的是人均两米的腿长 有没有压力 还好吧 我觉得我们个个腿都长 怎么着都比腾哥强 对 腾哥一下拉下了很多分 贾灵我就跟你比这轮我跟你说 我肯定比你强 来吧 来吧 小点队到你们了 两条腿能比到这儿吧 差不多吧 零米是在这儿是吧 对 撇个脚尖 聪明 努力努力努力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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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到我两米 对吗 可以 可以 两米 快点 快快快快 第二棒 来 他腿那么长 撑住 第三棒接上 在这里九米八五 这差太多了 没了 快接上 可以的 他可以 他完全可以下去 只要够到沈涛的脚尖 我们就赢 对 碰到我的脚尖就赢 远点 碰到我的脚尖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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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到我的 啊 赢了吗 换到了 九米九零 好 好 好 赢了 赢了 下个游戏 我刚才是往前 这次要往上了 往上 进行的游戏是 踢板子 上板 好了 踢板子这个游戏呢 两队轮流派出队员踢板子 踢到多少就等于这个队员 积了多少分 最终算两队的总分 每人尝试两次可以取那个好的成绩 如果你不满意 可以说我再来一次 如果觉得不行了 那就取那一次成绩就行 两队第一个谁来 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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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沈腾队谁来 谁来 我们队啊 韩学姐 我吗 来 我先测一个目标 我先到十四 十四啊 好不好 十四 嗯 你连阿拉伯数字都不认识了 你说的是六吧 十四 十四啊 加油 小百灵 别逞了 倒 倒 倒 哇 十一嘛 十一没断 断的是从十开始 你还能再来一次姐 你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别逞强啊 捞个空一点 怎么办 我跟他踢挺高的 我吃到了 我踢高了 然后往下拉 对 就是拉 够到一个算一个 好的 也是占了脚大的便宜 厉害 韩学姐 嗯 十六起 十六起 你的腿一拿起来就失职了 十六 十六起 好 十六 你已经差不多十四五了 不是你们派韩雪接我后边 那能接住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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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了 已经超过头顶了 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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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分就是几下了 所以我试一下跳不管用 替你们试了一遍 跳不管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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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哇 轻松 我觉得你是有空间的 没事 不行也没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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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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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厉害了 娜娜 娜娜跟我飞起来 哈哈 这个爹对女儿的期望总是有点高 来 第一次 十六起 十五 十五 随便就是十五 好厉害 来 上 上 上 十七 现现实版的摔掉帮爸爸 上 教练啊 十七 压力好大 十七 好 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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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已经是极限了 不行了 十五也是很棒了 又一次羞辱了我一个 哈哈 哈哈 你十二一定不是最低的 是啊 你还没出场呢 哈哈 哈哈 小元 小元 你的目标是多少 先告诉我 目标 七 我先试试看我脚能到哪 看好了 十 目标是十 那很可能可以 你两次机会 可以 可以 可以啊 你是要用那个刚才那个旋转 回旋踢 我告诉你 我分数可以不高 动作一定要帅 动作帅有加分吗 没有 来了 来了 我明确地说 我们从一才开始积分 下面两个是断铁 好吗 哈哈哈 我要我要开始 那个什么 放大招了 找两个人上来保护我一下 啥意思啊 嗯 我这个招不是开玩笑的 哦 哦他要翻跟头过去吗 哦真的啊 对啊 大招 哇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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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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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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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哎太 我我我我可以再来一次 再可以 我可以再来一次机会啊 没有啊 他第一脚已经踢出去了 啊 他第一脚 没见过这么爱跟孩子计较的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注意安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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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 十六 十六 可以 满足了 十六 十六 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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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 你们还敢上吗 可以 那你真的 那你那你可以到我一起了 可以 我们先踢一场试试 两次机会呢 好吧 你可以跳起来一个 一个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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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往下就叫什么 飞踏 马踏飞燕 沈腾像一个 就是没有出息的家长 把所有的希望 寄托在了自己的孩子身上 加油 来 好 好 可以 差不多 十四是碰到了 但是没有打碎 好吧 要用大招了 不要当心 确实要当心 管人 门不用管 但是我在这边 不怕后从那边倒过来 好了 好 是吧 好 回 回 好 可以 厉害 厉害 哇 哇 天啊 哇 哇 补一下我 先补我的腿 太太给你搬上去是吗 这是搬 啊 啊 人工的啊 啊 这 这 这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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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哥 我们应该用这招 把我搬上去 捧脚 捧脚 我来吧 捧脚 有 可以吗 有没有帮助 十七点 有没有帮规 有没有帮规 没犯规 我们也搬你 唐哥 搬我 搬你 搬你 这几件我们用搬的 23件 好 先踢了 不是 我跟你说 我腿积水 我腿没有积水的话 我不多说 十八 十八应该有 就别说了吧 哥 你用嘴把它说下来得了 哎呀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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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打个拳 如果搭爱踹的话 这是目前场上最低分 来个人 倒立了啊 都人工的呀 不是半自动了现在 扶一下 我这块板还能高点 可以高一点 能高点 来 来 一 二 三 骑 来骑 高 跌好 跌好 应该可以带二十的 他多高啊 你看最起码十二十 来骑高 起 二十 来 回 回 小心 能不能把我拎住呢 二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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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厉害啊 一会儿踢完给我一次机会呗 给我们小本龄一次机会呗 再给我一次机会 行 现在你们六十我们六十六 你们有六分 你现在俩差六分呢 佳玲姐小心 注意啊 可以的 我可以保护你 我们在后面 准备 一 二 三 来了 佳玲姐来了 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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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来 漂亮 太棒了 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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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这样的话 我们再 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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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一得到二十四 对 这也不可能 要顶 我们可以把它提起来吗 要立起来 先来一次踢的 假装呢 哦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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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十五 哇 十六 哇 十六 踢到十七了 没蹬断而已 有什么策略 什么策略 姐或者你不是本来就这样踢吗 你可以踩在我跟贾凌杰腿上 然后再踢不就好了 不就好了 对吧 那落地的时候会有危险 踩得太高 对 这真的是要拼了 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 对 来 肩膀上 肩膀上 上 哇 可以 走 转好 平安命 小心 现在要爬过去 太拼了 没问题 睡了 好 啊 好 也是拼了命了 哈哈哈 哈哈 给了 哈哈哈 哇 哎 赢了 真的赢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 呀 我们也是险胜啊 哎呀 你看看 我们也是险胜 而且是蛮不容易的 不是说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那这样好不好 一会儿踢完给我一次机会吧 再给我一次机会 行 行 行 这样 我只能踢行不行 对 假灵姐自己踢 只能踢给你机会 挽回我的颜面 各位 最后的机会就在假灵身上了 刚才你就是到了这个十二 现在目标是踢到三根 加油吧 公平的对决留到最后 是有两次机会 是不是 一次 就一次 等会儿 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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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近一点 十四 赢了吗 多了两分 说我比你超越 总分现在是八十五 恭喜 恭喜 我现在明白你 明白了 为什么赢不了了 不是 谁还没有被美色迷惑咋的 最后的总比分 时尚辣妈队八十五 魅力女强人队八十四 博仲之间了 跟刚才第一轮是一样的 宣布一下最终的成绩 获胜的是我们的时尚辣妈队 来 请王牌女郎菲菲 把我们这个可以选择的 魅力值拿到台上来 谁还没抽过呢 那女王再抽一次吧 我们俩运气都特别贝 上 佳麟姐来选 一到四的魅力值区间 选择一块 好 四 符号呢 符号也可以选一个 乘以三 乘 加一 可以 可以 相当可以 比我那个乘以好 刘佳麟 只有让佳麟来对付了 看不着 你只能抽这个了 看不着 你只能抽这个 肯哥 命运啊 你果然赢不了 选一个 这个很关键 这个压力很大 之前再大 这里弄减的也是百搭 对吧 减九 减六 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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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减三未必和这个六搭在一起出一会儿 对不对 你来出牌好一点啊 你算数好 好了 双方的魅力值和这个符号都已经选完了 好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最终验证 终极验证共四轮 每轮每队将以获得的数值牌与符号牌组合 进行四轮大小的比拼 最终赢得轮数多的一队 将获得本场胜利 并夺得本期王牌魅力女性的称号 我们是一 她是六 三 他们还有一个六是吧 还有一个六 还有一个减三 还有一个减三 我在算最大的可能 假设我们一上来 把这个就用掉了的话 我们后面就不足以赢过他们了 所以我们这个应该不先用 诚儿肯定不能先用 对吧 对 我跟你讲 他们怎么都输 他们最大的可能 怎么都输 他成二他他其他全是加一什么成一 全都没有我们当 首先揭晓红色牌 基础魅力之一 三 二 一 三比一 三比一 我觉得应该是要牺牲掉这个 蓝色的运算三 二 一 蓝色的运算三 二 一 一 负三 你看他们说负三 完全在掌握之中 对的 第一轮 第一轮 魅力值四 比负二 目前沈腾队一比零领先 第二轮 他们有一张加一 有一张陈三 他们是陈二 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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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把很重要 对 可以知道他们到底是 两个大一个小 对 对 从概率上来讲我们 对吧 韩雪已经算出来了 韩雪的名是后改的 以前叫韩树 韩树 请双方来揭晓基础魅力之 三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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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三 你不用这个 加减乘的细数分别是三 二 一 拉平 大平 哎呦 想换我们一个大的 没门 请商量第三轮 都给他们看到了 没事 是 我们也看到他们的了 对 他们什么 忘了 忘了 他们是比我们七跟九 忘了 前面这盘是平的 一人一盘我们也是赢的 没错 对的我们已经赢了一盘 我们怎么都是赢 好 我们胜举已定 好 我们胜举已定 看看沈腾队这轮能不能翻身 今天这一整期 三 三 三 二 二 一 我们还有希望 他们 哎 哎 看完下 看完下看 是六 是六 三 二 一 六比五 乘二 加一 五 二 六 十六 六 好 所以最终 认真地宣布一下 这一季第一次这样宣布 今天这整期获胜的居然是 沈腾队 只能要宣布 绿水青山小狼朱莉 小狼酒工艺基金和王牌家族 一起为环保而代 这期以沈腾队的名义 送出十万元的环保工艺金 这样啊 别忘了 到时候让你们来挑 今天有一个摄影师 随机抓拍的各种照片 要挑一张在节目播出当天 发微博 好险我们赢了 不会好看到哪里去的 好来 请王牌女郎菲菲 为沈腾队送上本期的王牌 好 同时期我们的王牌先生 俊涛用我们全新的Vivo X21 为大家来合影 AI智慧美颜 AI智慧拍照 AI美颜 易光美颜 全面屏指纹手机 Vivo X21 再过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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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过一遍 Vivo X21拍照 怎么拍都好看的 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 幕后花续登陆 独家网络视频平台 腾讯视频观看 本节目音频面容细细 网络传播权 由空听音乐 酷狗音乐 酷我音乐 独家享有 欢迎王林飞 李宗盛 欢迎王林飞 欢迎 太美了 欢迎徐征 陈鹤 夏宇 你过来 有没有这么夸张 好 好 好了五季了 我成功从一百四十季 到了一百六十季 同龙博文 我可以拿购物接受 成本 正如同 这位置 积极为席 绿色青山王牌守护 故意计划 生存绿色的活卫爱斗众树苗 与王牌家族到两山 发源地 一集守护绿色至水清屋 感谢腾讯视频 蓝天下官网 中国蓝TV 新浪娱乐 天空网 光明网 爱奇 优酷视频搜狐视频等平台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下次一面日报新浪网易腾讯凤凰搜狐新闻公团 这日图的Zucker三六 你们有谁见过这个人吗 有没有见过 王牌不封高下高手自在明间